天甲走了,柏家又來 好像說接下來一兩個颱風會對香港求成威脅 甚至可能會影響 澳門更加不在話下 大家對柏家又集澳,嚴陣以待會不會天甲的災情未完 令澳門更加陷入險境 可能柏家雨水比較多,風雲不算很大 似乎對澳門來說威脅也不是很厲害 不過天甲造成影響到現在還未解決 我今天訪問澳門的一些朋友 問到解放軍出來的問題 因為我有些朋友呢 有些回應都令我有點驚訝 其實很多澳門人 說特區政府這麼無能 為何不早點找解放軍出來幫他呢 是不是面子問題呢 我以為我們將心比己覺得香港人對解放軍很抗拒 澳門人似乎不是 希望巴不得 早點解放軍出來 將他們拯救於困境,原因就很簡單 原因是他們就說其實真的很擔心 因為 天甲泥 滿澳,滿地都是垃圾 尤其是十月初暗街,很厲害 其實就不只是垃圾那麼簡單 他說很多是在海沖上來的那些泥瓣 泥沼就帶著很多漁黑蟹,那些東西就腐爛 整個澳門都湊得很厲害 他們很擔心 如果一旦太陽一出來一曬 隨時就會引起這個傳染病,甚至瘟疫 既然澳門政府根本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不如尋求外援 解放軍 反正都是駐澳,找一千個人來幫忙,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澳門人的思維方式,其實我就覺得 不應該去怪責 因為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 你真是身處其中 天天臭不可聞 又沒有水洗澡,又沒有電,又沒有什麼,是不是有電話有些網絡呢? 你想一下 是不是都想著 有人來拯救你於水火之中 當然對他感恩 大得,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是人 一般人都是這樣理解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你找到解放軍出來 他是不是只是救災那麼簡單呢 譬如說,剛剛我看到一個 這個新聞圖片,好像澳門政府自己發的 在這個帕加尼的時候,這個崔世安就 坐鎮,不知什麼,拯救什麼,緊急什麼中心 坐在他 左手邊還是右手邊旁邊,有一個川軍服的軍人 駐澳門解放軍的 領導 一起去談,談救災的事 我突然打了個凸 想一想 又不奇怪 做一次會做第二次,那為什麼澳門的救災怎樣談 又要一起坐下來談 又跟其他政府部門的人一起談,彷彿 好像 共治一個這樣的局面 澳門政府 究竟是不是還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只是一國兩制澳人治好,高度自治呢,就令人很懷疑 這個 就是澳門現在目前的情況 我們一般人的理解就是,香港呢,幸好 不是這樣,香港都算是不錯的了 第一就是沒有人死 雖然有些災情都出現,有些名車浸了 至少我們都能夠 就不會說大停電,停水 滿香港就變了臭港 有一位專欄作家呢,大家知道認識他了,叫屈永賢 那就不單止他,還有些 立法會員都是這樣說的,唉,你們香港人 是吧 危機從來都是一場大考驗 香港的基建,香港人的校內一直被人吹無求疵 直至風暴過後一切如常 大家都應該明白 什麼叫做 身在腹中 最後澳門政府一如既往大灑金錢 拿了13.5億出來派給災民 受災的市民,澳門議員露斥 真的我們真的窮得只剩下錢 當香港每個財政年度都善慕澳門政府又向市民派錢了的時候 想想今天想天甲 以後 你要每年天降橫財幾千元,還是在暴風雨下一齊 一家整齊齊生活安穩呢 這些文章其實我不是很想拿出來讀 因為我覺得會影響我的智慧 原因就是 其實 我認為這些邏輯是 狗屁不通的一種邏輯 好 不需要經大腦思考 好 我們安穩穩整齊齊生活 多謝政府 你們吵什麼鬼呀 吹毛求疵 吵架在議會上 裏面 又示威又抗議 你身在 福衷不知福 就像我媽 我媽沒怎麼受過教育 我媽我爸爸 去 批評 一些年輕人甚至批評我 那種邏輯 一些沒什麼受過教育的人 隨便有兩餐溫飽 有遮頭 就個個安穩的生活 你不要以為那麼多 所以我 不是很想引述 不過我想覺得 那個邏輯 不永賢講 郭佩凡也講 這個 蔣麗雲也講 我又覺得很奇怪 這些在議會裡面 民選的議員 拉之不捨 專欄的 這個作家 為什麼都是 不如同一種邏輯的 我現在又不明白 建制邏輯就是如此 但是他們 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 港英政府 也好特區政府也好 他不是說 很容易自動自覺地 會搞很多 利民的福祉 很簡單 港英政府以港英政府為例 很多左派現在引以自豪 認屎認屁的領工 沒有1967年的暴動 就沒有社會福利 沒有勞工政策 沒有十年建屋計劃 OK 沒有這個免費教育 某程度上 他們是沒有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這班四周圍 丟波羅 就是 要推翻殖民統治的 這班左派 對他構成威脅 港英政府就想 我不做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要繼續管治 我不做一些事情 是管治不了下去的 於是 搞福利 搞建設 搞基建 是不是 很多 香港的飛躍發展 真的在七十年代麥利浩 之後才開始 那我就問了如果沒有 左派仍然好像澳門 澳門1966年123事件 之後 將三分二的權 甚至四分三的權 交給左派 澳門政府就繼續 刮籠 刮到1999年 沒事的 不思中取 因為左派和他幾乎共治 澳門政府 澳浦政府 需不需要做什麼 什麼都不用做 於是基建搞到今天 原來是一堆屎 OK 這個也不是完全怪澳浦政府 這個政府貪污到不得了 香港都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任何政府 你不去推他 他是不動的 他不會自動自覺的 好了 如果任何一個政府 全放之四 世界皆盡的 四海皆盡的 任何政府 你沒有去做足夠的監察 制衡 沒有足夠的反對力 沒有足夠的反對意見 包括政治上的反對派 包括輿論上的反對派 包括體制內的反對派 你沒有這樣去 每天都金睛火眼盯著 他有什麼事就口諸不罰的話 政府一定必然會腐敗貪污 不會天降下來的 香港的基建 你以為那個是賢軍來的嗎 無論由這個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開始 開始港督到今天這個回歸之後 如果我們沒有 沒有立法會 的反對力量 沒有輿論的反對力量 會搞那麼多事嗎 是不是 你水浸就水浸 浸死人就浸死人 現在澳門就是這樣 我訪問那個澳門的社群人士 他說 我就問他這個反對力量很差 反對力量很不足 不足以構成 壓力 他說是 他承認 不過即使反對力量很足夠 他軟皮蛇 根本不聽你 他不做 你吹嗎 情況下一樣是不做事的 他說完之後呢 我腦子就叮一聲 香港是不是就是這樣 屈小姐也好 葛議員、蔣議員也好 你不要以為 香港不會淪落到澳門這樣 你想一想 議員 逐個被DQ 在立法會裡面的反對力量 買少見少 輿論 報紙 一個個歸邊 是不是 對他的監察制衡力量 越來越少 當然他不像澳門那樣 澳門就完全聽話 香港那些稍微有少靈國的記者不讓進去 我們怎樣? 遞界出境 第三 香港的市民無助無力無奈 越來越強 OK 第四我們的民間社會 不是議員那班 我們的民間社會 很多年輕人 衝得最前的都被抓去坐牢 你想想 逐個制衡的力量 即使不是殲滅 都捏到你 無法呼吸 你想想 再過十年 他不用做事 OK 貪污 腐敗 違反人權 什麼都可能會做齊 所以有一點我想跟屈小姐說 他說香港的基建 香港人的效率一直被人吹無求疵 直到風暴過後 一切如常 大家都應該 明白 什麼叫身在腹中 對的 無論是屈小姐 無論是郭議員 蔣議員 你們 真是不知道什麼叫身在腹中 我們身在腹中 能夠有今時今日這樣的好的基建 其實是有賴一班 一直被人吹無求疵 一直吹無求疵 一直提出反對意見的 議員 輿論 民間社會 然後才令到我們今天有香港一個 這麼好的局面 如果這一班反對力量 如果這一班吹無求疵的力量被殲滅 玩完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比澳門可能還要不如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意外的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來的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去支持我的 還有如果你說要入 去我的戶口那裏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劃線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到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地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